当去到拉比斯的时候 第一个进入时刻的就是 有几间已经有八九十年历史的旧建筑物 过了的天桥转过湾 就会到达旧街场的大街 在这里有一间无论是什么族群 都会过来光顺的华人早餐 这东西在大城市应该很难见到 大家都是围着这一包包不起眼的夜张饭 和他的酵面包无名以来 听闻拉比斯是因为当年一位英国军官 听到水语的马拉名字 拉比拉比而得名的 走过这间店铺的时候 老板很热情地向我展示一件他的家传之宝 在这些小地方有的就是真城 绝对没有城市人那么多虚情假意 走下走下 看到一间颜色很抢眼的药行 走入里面才了解 原来这间药行大有来头 在前往热水湖镇的路上 看到很多旧屋旧店 至今仍然保留得很好 这个小镇是因为附近有个热水湖而得名 距离拉比斯大概只有11公里 见谭的吴金店老板 很大方地让我进去参观他的店铺 这条街只有几百公尺 有家庭式的餐厅 电单车维修店 雜货铺等等 有个雜货铺老板向我展示了 他早传超过百年历史的甲慢 我想里面应该收买不少外币和股票 这间餅店已经传到第三代 从制作过程到包装都是全手工 出名的是咸豆沙饼和股饼 可以买来自己吃 或者做手信送人都可以 讲到远近此命 这间经营了三十多年的老美店 他的牢猪大肠和鹿肉都非常美味 贵雕香滑 汤汁浓浓 绝对值得一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